好 繼續我們要來看的是呢 就在北京APAC結束之後呢 第三次的王章會今天上午正式登場 雙方呢達成了默契共識 確認回到了九二共識的基礎上 繼續推動兩岸關係 而在會中呢 也達成了繼續服貿貨貿 以及ECFA後續商談 還有呢兩岸互設辦事處 以及呢陸客中轉等等的六項共識 握手寒暄 親切問候 路爾會主委王玉琦 首都在北京和中國國台辦主任 張志軍會面 北京APAC結束後 立刻展開第三次王章會 氣氛融洽 雙方也確認了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 繼續推動兩岸關係 雙方只要能夠繼續堅持九二共識 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之上 我們一定可以穩定的推進 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 也可以繼續的進行 兩岸之間的良性互動 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度的 共同政治基礎上 彼此尊重 對這個社會制度發展道路的 非常多個選擇 處理好兩岸關係中出現的 這些分岐問題 之前國內爆發太陽花學運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又拋出一國兩制 兩岸關係出現了微妙的變化 在兩岸關係降溫的局勢下 這次不管是在消息會還是三次王章會中 習近平跟張志軍都坦承 兩岸關係遇到了問題 針對兩岸關係發展 雙方達成共識 重回九二共識 張志軍強調 兩岸關係不會因為出現了新的狀況 就停滯不前 三次王章會也確認了 繼續ECFA後續貨貌和佛貌商談 兩岸互設辦事機構 路客中轉 以及台灣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等六項共識 對於中韓FTA完成實質談判 衝擊到台灣的產業 張志軍說 兩岸ECFA商談早於中韓FTA 現在還來得及 我們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急 但是我覺得現在需要奉提脊椎 我覺得還是來得及 這個就需要台灣方面做出努力 釋出善意 大家都在維持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上面 有非常大的共識 張志軍也呼籲王玉琦多來大陸看看 尤其兩人身為兩岸事務主管 應該多交流 王彰會後 王玉琦也到中國社科院拜會陸方社台學者 交換意見 通過與陸方智庫交流 減少兩岸政經局勢的誤判 第三次王彰會以非正式查詢的方式展開 雙方都堅持要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之上 繼續推動兩岸關係 未來不管是在經貿還是在文化上 都能夠繼續交流 以上是共識記者林姓彭佑組 在中國大陸北京的採訪報導